大家好 今天想介紹Tetacook Gear 我上次介紹了1 point sling 1點帶 在CQB室內場是很方便的 尤其是左轉換、入房、清空間等等 是很方便的 但今次我想介紹第二項就是2 point sling 2 point sling 固明就是1點、1點、2點 固定一把槍和擺動 2點帶由一次大戰、一次大戰、歷史至今都是有的 所以它是遠遠流長 但現在的2點帶和1點帶或者3點帶有什麼分別呢 和以前的2點帶是多了一個可以調校的 長度的方便 2 point sling 介乎3點和1點之間 好像很廢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它是改良了的3點帶 怎樣說呢 3點帶有一個斜角我稍後再介紹 如果有興趣 因為現在普遍比較少人用 因為比較多線 卡住自己 大多數都轉用了戰術的2點帶 2點帶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好處就是它很固定 不容易擺動 而且你垂直Ready的狀態很舒服 3點帶有一個不好處就是很容易中擺 或者打到自己 大家知道 第二個好處就是很固定 第二個好處就是很固定 如果你是有相對的 Pistols也好 Grenade shotgun也好 你一放下這把槍就很固定 你轉做Pistols 其他槍 Startar也好 怎樣也好 你很安心走 你走得快就很方便 現在一點帶不是不行 不過沒那麼舒服 第三個好處就是 我們外面時要常散 有時太斜的地方我們要爬 一點帶就比較難做 有個好處就是把這把槍收緊 OK 放在背部 好像背包一樣 很方便 做什麼都可以 翻山絕水也可以 拿沙甲也可以 這隻手按住這隻手去瞄絕敵人 很方便 或者你沒有電 沒有彈彈 這把是壞的 或者要揹揹其他東西就很方便 這個是第三個好處 第四個好處就是 第四個好處就是 這條槍是可以伸縮的嗎 我們有時要一個遠距離的追擊 我們沒有一個固定的位置 或者是沒有支援的東西 或者是腳架的東西 我們可以借用這條槍 拉近 做一個腳架 或者是一個固定器的方式 去做連準 好像我這樣 其實已經很緊了 不會怎麼動的 就算你不挑 它都已經很緊 當然你收緊已經夠了 加上Grip 其實已經很固定了 這件事 是比較難做到的 三點帶都可以做到 但就比較糟糕 兩點帶就有第四個好處 就是很固定 整把槍是很緊緻的 可以夾到 方便很快 這個第四個好處 這次就講到這個位置 如何操作呢 我下次再講解 究竟Toolbox Link是如何做一個轉移 做一個左右交換手的轉移手 我先拿去架 做一個基本的動作 這個手 我們拿著前面這個槍身 這手穿過去 前手壓著後面就完成了 OK 我們穿過去 我們慢慢穿 其實可以很快的 只要練習得好 就可以跟單點帶沒有什麼分別 另外 它的優點就是 我們轉Pistol 很方便 沒有那麼容易擺動 Reload也很方便 Reload也會向上 OK 就是這樣 簡單介紹 這條就是VTEC的Slink VTEC是一間 美國前Data Force成員 自己創立的品牌 它有很多Data Go Gear 還有戰術的裝備 例如魚骨 Battlewear 等等 就算它自己成槍都有 出色 我這個都掉色 它有Logo 它是Data Force或者Navy Sill都有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電影 或者Navy Sill 那些 海爆特種部隊 Six 都可以看到 這條Slink 出現的影子 雖然它是一個很普通的 Gear 但是 都很重要 如果你長期沒有Slink 是很不方便的 這條Slink的好處 就是有這個 有一個快速跟緩 長度 可以拉長縮短 這個可以收緊 收短 拉這個 一放就會鬆 這個煞車掣 它是金屬的 它本身有一個Pack 你可以快速拆出來 可以方便去調校 它這個有兩個Double 一個扣 一個塑膠製造 它可以固定 如果單一個 有時 這個 脫掉 這個 它也有一個充電 所以是很堅固的 前面是這樣 中間也有兩組 所以這組是很堅固 在均勻 是很順利的 如果相用的 例如其他品牌 很多不同品牌都很好 例如Waker Merry Waker 那隻 都是很出名 另外這條 有一個Pack 是很堅固的 所以背起來就很舒服 它後面 亦都是跟兩組 這些膠的球 這個你自己配 喜歡Quick Detach 的Pack 就是這樣 簡單 這條Sync 我都用了一段時間 其實 很棒 我自己覺得 現在 不知道 這條也買了一段時間 美國製造 都是很漂亮 我先介紹一下 前面扣在這裏 有些人喜歡扣前面 但是這裏我強烈建議 扣在外面 不是這裏 原因是什麼呢 如果扣在這裏 如果做 你會扯自己 可以做一次示範 如果左右手對換 就會很卡 我們這樣慢慢 還有 扣在這裏 會很方便 那我們做 扣在這裏 扣在這裏 轉過來 那這裏 就會向這裏 就不會卡住了 如果你放在這裏 就會被扯著 扯著 很不舒服的 所以我強烈建議 給大家一個提示 就是這條 president 穿在封托 的左邊 很方便 會不會扯著這裏 舒服的 有些玩家喜歡扣扣頭位和槍身的前鏈 會隨轉變 但原理是放在太近的位置 和One Point Slink有一個問題就是槓桿原理 如果射去玩IPSC或者Free Gun平地 可以的 但如果你在外面 我強烈建設在前和後 你喜歡攀山攝水就適合你 尤其是長的 周能M16 或者SR25 或者Sniper 都適合頂鍊打